第一場小說創作講座現在開始 有請講者王安一教授 陳冠中先生 首委會委員黃念信教授 曠子元博士上台就坐 這個小說創作講座 可以說是黃文堂的傳統 在四國一系列的西轉 討論評掌之後 我們會請來選手評判 發表公開的演講 總結評審的經驗 也對得掌人有主力之餘 也可以讓有治癒文學創作的聽眾 得到一些啟發 這次黃文掌的收稿的數目 有1076份 其中短篇小說有360億份 那說是短篇 但是我們有一個字數的上限 是兩萬字 所以呢也有不少的參賽者 是利用這個上限去好好的發揮 這是佳作 所以呢我們初審的評判 決審評判 大家都非常用心不敢怠慢 一步一步的進行這個反复的西選 相量得出今天得掌人的結果 那接下來呢我們就會聽到 評審的發言 然後呢就有得掌人的發表感言 然後最後我們會公開 給大家開放討論和發問 今天除了我以外 還有另外一位中文系的 邦子環博士以外呢 在座兩位小說組評審 決審評判 王安一教授跟陳冠中先生 還有今天未能出席的樂宇君先生 其實真的是都不用介紹的 因為曾經有參賽者說過 能夠讓他的作品 給三位作家一看 就是他們參加這個比賽的所有的動力 其實我是很能理解這種心情的 比方說王安一老師 我們從他的《荒山之戀》《三戀》《長恨歌》 到《啟蒙時代》《天香》 他的作品一次一次以上海弄像裡的人情 歷史中國知識青年的心靈的變化震撼著我們 那王老師的作品呢 也曾經改編過電影 翻譯成多國的語文 得過多項的大型文學長 好像矛盾文學長和香港的《紅樓夢》獎 他也打破了小說家不會叫寫作的慣例 他是上海復旦大學創作寫作系的教授 也寫過小說家的《十三堂課》等等的作品 所以今天真是非常高興 再次請到王安一老師 擔任華文長的決審評判 我們都非常期待你的演講 現在有請王老師 時間過得很快 我一回想我已經是第四屆才做這個獎的評委了 我想我第一次參加的時候 白鮮勇老師是評委 所以我們在電話裡邊 和白鮮勇老師討論小說 現在回想起來是莫大的榮幸 我怎麼能和白鮮勇老師討論文學呢 可是我們居然就討論了 當時我也覺得很意外的事情 就是一個大學生的一個獎項 請了可以說是華文寫作裡邊最大牌的 最大牌的作家來做這個評委 所以可見就是中文大學對這個獎的重視 和我們籌備者的那種用心 在幾次做這個評委裡邊 我也慢慢的好像看到一些潛在的 潛在的一些規律吧 因為往往我們會覺得 小說是一個很有彈性的標準 它不像昨天晚上翻一組的評委教授 我們他們在討論他們的那個評選 他們有很多硬性的東西 就是說有硬傷翻的不對 那是非常清楚的一個標準 而我們小說呢 我們這個標準是很模糊的 就是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 可能都和我們自己的文學主張 小說美學和我們個人的經驗有關係 因此說這裡面彈性特別大 但是從屢次的參加評選 參加評選的這個工作過程當中 我覺得有一些看起來是偶然的 但也很可能是一些規律性的東西 所以說我也就在考慮我們 還有洛宇君 我們三個人已經是有兩屆在一起評選了 我就發現有一個可能可以稱之為是 可以歸納成為一個結論的東西 就是我比較傾向的回過頭來一看 就是大家就是前期的工作人員 像我們一接底的話 往往我的傾向是大陸的協作者 或者是台灣的鄉土類的協作者 好像我的傾向都是描寫生活描寫現實 就是這一類 而洛宇君和陳冠宗先生呢 他們的傾向和我就不太一樣 他們可能更加傾向於一些隱喻性的抽象的 現代主義的落影比較深的 而我是比較古典 就是我們之間有一些區別 我覺得還是從歷屆的評價裡面 能看出我們的區別 就是這些區別 就是我在考慮小說的未來和過去 我就會去想 就是我們區別從哪裡開始的 又是意味著什麼 這裡面恐怕真的是有些意味 在我的寫作的 對小說的那些審美啊 還有憑藉觀點 我似乎是比較傾向於就是小說 對生活的描寫 對於那個過程 對於我們現實生活的表象的接近 所以說我喜歡在小說裡看到一些 你我他有些共識的背景的 就是我們都是理解 都是能夠感受到的東西 而還是對那些背後的隱喻的東西呢 我可能會忽略或者說我會放棄 但是洛宇君和陳光仲先生呢 我覺得他們的那個喜歡 他們的傾向是 他們非常重視小說的隱喻性 就是他們的他們喜歡的小說 他們提出來以後我也是 因為這次我們的選說是非常大的 選說非常大的情況 然後我再回過頭去看 他們選出來的小說 我覺得帶有強烈的現代主義色彩 就是這可能和我們的養料不同 還有我們生活經驗不同 所以我在想這個小說 就是說將來會走向什麼樣 我似乎覺得這裡邊可能會有一個分歧 或者說將來會有一個分流 這分流已經慢慢地向我們呈現出來 一些跡象了就是 就我們的小說 不僅是今天的年輕寫作者 因為年輕寫作者 他一定是受到很多的暗示和影響的 和整個小說的歷史現狀都有影響的 就可能在我們的未來的小說裡邊 我們小說會離開敘事會比較遠 就離那種和生活的表象接近的敘事會比較遠 而我們比較重視 背後隱喻性的東西 但是作為一個隱喻的東西呢 我就覺得現在會越來越突出 像洛宇君和陳冠中 他們喜歡的小說 你們傾向小說都是那種 把隱喻作為顯學來做的 這是在我的那個評判的裡面 我似乎不太考慮這個隱喻 因為我覺得這個隱喻是要由事實來支持的 這個事實如果它不能夠吸引我 不能夠讓我覺得 覺得好看 有我們大家認可的邏輯的話 我覺得對這個隱喻來說 我就是比較會放棄它 但是他們和我不一樣 那麼我覺得這裡面就是 就是可能 可能會慢慢會有一些分歧 會在小說的寫作裡面 會有一種分流 我到各地有的時候去看那些 歐美的那些書店 我經常去看書店 我就發現書店裡面 凡是類型小說 都是一大本一大本很厚很厚 放在最最前面的案子上面 都是暢銷的 然後這些類型小說你打開一看 它確實裡面有敘事的 它敘事是它主體 它主體是一個敘事 然後它的敘事是 當然已經是變成有點露宿 有點模式在那麼進行的 而那些嚴肅的 我們把它分為小眾的文學 它往往是比較單薄 很薄的一本 而它銷量也非常有限 然後你去打開來看呢 它也是提出了一個隱喻 一個象征 這個象征似乎在我們生活當中 只是一個細節 或者是一個道具 可是這個東西在裡邊 會被詮釋 會被無盡的詮釋 有的詮釋的非常好 有的詮釋的也就會入套 所以我覺得小說似乎在這裡邊 傳統的敘事 已經被我們放租到一個類型小說裡去了 那麼在類型小說裡邊 我覺得它倒是遵照著 我們最初的小說的起源 像迪根斯的小說 賤奧斯丁的小說 佛羅拜的小說 他們倒是按照這個路數在做 當然他們越來越有類型 越來越有套路 然後越來越普遍性 它反映是個普遍性的一個價值觀 而是在那種小眾的 知識分子化的小說裡邊 它就會變成 敘事變得很不重要 敘事變得很不重要 那麼這個分歧 我就覺得它其實也把我們的讀者做了一個劃分 就是我們喜歡聽故事的作者 我們期待從我們的閱讀裡面得到一個另外的生活的 或者是和我們生活相近的 但是它是有另外的可能性的生活呢 我們就去看類型小說 那麼然後我們知識分子的思索 我們會把它放在小眾的學裡面 那些很少的可能會到各類的國際性的大獎裡面去 角逐的那些小說裡面去找我們要讀的東西 所以我就在想 就是曾經我遇到過一個 我的法文翻譯一個老老太太 我就和她討論 我就說在法國我說你們挺開放的 就是允許小朋友用左手寫字 用左手寫字 而且我們好像中國人 如果看到一個孩子用左手在吃飯在寫字 那是一定要把它矯正過來的 一定要變成一個右手的操作者 那麼後來我說其實是小朋友是可以選擇 他到底用左手還是用右手的是他選擇的 但是那個老師他就和我說 他想了半天 他說我覺得我們還是應該用右手來寫字 我說這又是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書寫這件事情 是為用右手寫作的人來設計的 但是我現在就忽然發現 就是我們開始出現的一種書寫 是為我們用左手寫作的人來 來閱讀和寫作的 就是所以說這個世界 似乎已經出現另外一種小說的物種 這物種 但是我覺得前途還是在於 這兩個物種應該如何打通 使得我們的小說應該還是好看的 那麼因為小說的出身 它就帶有些出身上的 或者說缺陷或者說是一種繞印 或者它的起源就是 它是比較世俗的 很喜歡看小說的人群 大部分都是比較有世俗的趣味的人 那麼現在小說已經 越來越走進象牙塔了 越來越走進象牙塔 那麼在象牙塔裡的小說 是不是還應該留住一些 我們有通俗趣味的人 又怎麼留住 所以我從我們的這次 屢次我參加評選這些講師 其實對我個人是很有很大幫助 要去考慮這小說的前景和現狀的問題的 所以我的思考就是說 我們現在出現兩種小說 這兩種小說怎麼樣子和解 有沒有可能和解 我先說到這兒 謝謝王老師 謝謝王老師 非常精彩的一個比喻 就是到底純文學的小說 是不是都是用左手寫出來的了 這個問題呢 我們等一下會有開放討論的時間 可以再向王老師請教 或者是大家再討論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是請陳光仲老師演講了 我非常希望介紹陳光仲老師 是一位香港作家 因為我們在讀他的香港三部曲 什麼都沒有發生 或者是進度茶餐廳的時候 也會感受到他的小說 在內容和美學上有一種不可取代的香港主體性 可是我們也知道 陳老師昨天剛從北京飛過來 他現在住在北京 更重要的是 他這幾年的小說好像 盛世、羅命、尖峰二年 都在跟這個傳球化和當代中國在對話了 那好像盛世的印譯本 The Fetch Years 他的反烏托邦書寫 引起了國際上的許多的關注 那關於小說如何穿越歷史 穿越政治 穿越身份邊界 或者回到個人 我相信陳老師都有很豐富的經驗 跟我們分享 現在就請陳光仲老師 謝謝 謝謝黃教授 謝謝黃教授 梁議員長靖教授 主委會的各位現境老師 同學們 我覺得每次都挺感動的 剛剛聽到大家介紹這個第六節 就是華文青年文學獎 做了第六節 第一個感動就是 還有這麼多年輕朋友在寫 王毅老師說的小眾的文學性的作品 現在寫作跟閱讀都比以前多的時代 大家看的東西也多了 寫的也多了 但是願意寫小眾的文學性作品的 不見得是同比例在增長 所以大家還能堅持做這個事情 我覺得非常感動 剛剛黃安毅老師提出這個問題 我也希望有點時間去回應一下 因為今天洛宇君我們的朋友來不了 本來他來就是他可以講很長的東西的 很多故事的 所以我們就講很短就可以了 誰知道他現在不來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可以多講幾句 就可以趁機 我剛剛提的題材說多幾句 其實本來我是想談那個華文兩個字 因為我自己雖然是香港長大 香港受教育香港做事情 但是從1992年開始 我就沒有在香港長期待過 我都是在中國大陸或台灣 台灣我住過了六年 中國大陸差不多二十年了 我在每個地方我都會閱讀的 然後閱讀的時候 我有個很深的感受就是 他三地的華文好像並不是一樣的 所以過去好幾年我都在演講或寫文章都寫過 叫一種華文各自表述 這樣的題材 我每次都會舉一些各自表述的好玩的東西 因為太多這種三地其實很不一樣的表達方法 比如說我會說八十年代我在做電影的時候 我們香港的電影的字幕都是找 會說國語的北方人來翻譯寫的 但是每次去到台灣 台灣朋友都說他看不懂我們香港的字幕 雖然我們以為這個就是華文了 他們還覺得他們的華文跟我們不一樣 已經是北方人做的也還不一樣 然後因為我們的比如說字幕經常會省時間 我們用很多其實是文言文來表達的 比如說有何不妥 那個第四個字經常在香港的字幕裡面出現的 你知道有些黑社會電影 兩邊黑社會在吵架的時候 不管他說多少生動的廣東話粵語 下面字幕都是有何不妥 有何不妥 就好像黑社會都說文言文一樣 這是大陸 大陸後來大陸的朋友告訴我 你們怎麼這麼好笑都在說文言文 說有何不妥 那我才知道原來三地中文不太一樣 所以好像個字表述是一種情況 而且可能現在三地的華文的差異性 說不定是三千年未遇的這麼大的一個差異性 但是我其實題目每次都是一種華文 大家往往就強調我的個字表述聽進去了 就聽不清楚我說一種華文 其實我們怎麼不一樣 我們都是一種華文 我們不是字母拼音的地方 到賴丁文解散之後 就變了各種民族方言 都變了他們國家或地方的語文 我們怎麼寫都是一種華文 等於說我們很多先人寫過的東西 他們的幽靈還是在我們的上空徘徊的 只要我們一呼喚他們 他們就可以漂洋過海來的 這個完全是一致的 但是三地的確也是越走越遠 去年底我在台北一個 王德偉老師跟徐文輝老師的一個研討會 關於1949跟文學的研討會 我就說我就把題目改成一種華文 各自表述 一種華文如何各表 如何同表 如何共生 就是的確現在是分歧很大 分歧的原因還不是只是因為方言 更重要的可能是 每個地方翻譯了很多新的字 也因為文言文回來了 因為當我們不要忘掉白花文的早期 反對的是他們定名為文言的古文 繼承了前現代的白話 然後發展用北方口語等等加進去 變成白話文 這個白話文抗拒的是文言 這個起碼是胡適你派的說法 而胡適出名的說過 方言就是滋養白話文的新文學的東西 他是認為方言是新材料 新生命 新血液 這是他的說法 胡適這個預言是錯的 後來的華文也沒有因為全部 這麼方言能大舉進去 改變整個面貌 其實沒有 每個地方49年後的變化 除了方言之外 還有因為新的字 還有當時大家流行的新的表達方法 還有一個就是 根本當時的標準書面語 已經很不一樣了 不一樣 台灣的是民國49年前的標準書面語 大陸經過很多改造的書面語 尤其是所謂新化體 這種到後來的文革文字 很多新的字進去 這是官方標準書面語 香港想像中的標準書面語 在我們教科書 也一直在推行 所以每個地方的確是走向很不一樣 尤其在49年之後 但是不管走向怎麼樣 我們還是一種華文 說來說去都是一種 只是差異性大了很多 我在3D 現在有個很深的感受就是 今天我們談華文 我們有不同國家的同學 把文章寄進來 他們都是寫的是華文 所以反應地方的經驗完全不一樣 我們還是都能看得懂 其實都是可以看得懂 只要我們努力一點 因為基本上還是 一堆同樣的幽靈 在呼喚 我們在呼喚他們 但是 我想先回應一下 剛剛你提的這個問題 這兩種東西 我覺得文學能做到一個什麼 不管是現代主義的還是現實主義的 都能做到一種 讓我們懂得這兩個字 或理解 這個是很關鍵的一個字 在人文社科裡面 其實最難做到的一種 學科的成就就是 德文叫 這個就是understanding 這是比 它相對的是 explanation解釋 解釋是容易 understanding是很難 這個是從 比如說哲學家 迪爾泰 社會學家 韋伯 或人類學家 Clifford Gears 這些些出來的 understanding 是非常難 understanding 是要什麼樣的 是要你 最好狀況是 你能走到 你對象的腦筋裡面 起碼好像外國人說的 你要在別人的鞋裡面 穿別人的鞋去理解 知道他怎麼去看那個世界 他的三觀是怎麼樣 就是世界觀主要是怎麼樣 三觀再是人生觀是怎麼樣 他的解釋 他的意義什麼 每個事情對他 這個是最好的狀態 就算做不到 起碼好像韋伯的說法 都是要把他的話語脈絡弄清楚 他的歷史弄清楚 但我們盡量接近真的理解 翻譯成理解或甚至有些人 有各種翻譯 但是我覺得懂得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只有真的懂得 才能慈悲是吧 因為這個Vestehan這個是 比同理性 現在我們想像的時候 同理性還要進一步的 同理性往往是我們自己感覺到的 一個主體去同情別人 比如說Adam Swift用sympathy這個字 現在佛教用同理性或慈悲 往往都是從出發點 我們自己的發心去理解對方 而不是知道對方真的是怎麼樣 但是Vestehan這個德文這個字 是希望我們理解對方真的是怎麼樣 雖然完整的理解可能做不到 起碼我們要對他 通過很努力去理解之後 讓我們盡量接近真的他自己的想法 他的我們通過後的描述 讓我們差不多能重建他的想法 那這種如果這個是一個社會人文科學 那個最重要的境界來說 其實不容易的 但是有些工具是可以用的 比如說最好的社會 社會學歷史學 比如說社會史的 人類學做得到的 最好的報導 當年大陸有個非常好的媒體 叫南方週末 當年他的名言就是 在這裡讀懂中國 懂是很難的 另外就是小說我覺得 十九世紀現實主義小說不用說 是讓我們懂得這些事情的 我記得我太太整天說 美國小說《霍商的紅字》 讓她知道受屈辱是什麼一個感覺 屈辱感覺並不是這麼容易告訴別人的 沒有看小說的人 可能就不會體會的 這個小說當然 但是可能現代主義小說 或其他方式都能做到 就是讓我們懂得 如果是美國政治學羅提說 真的你要知道了 聽到了 看到了 紀錄片也好 什麼看到 你才會真的去有同理心 或真的 都懂得 你沒看到事情是不懂得的 所以張愛玲那句話是很重要的 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 慈悲往往是因為我們知道了 而且懂得了 我們才有真的慈悲 所以或許 大家為什麼說到這麼臭香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寫小說 大家有各種原因 但是其中一個原因 因為剛剛王毅老師提到了 我就想到 說不定我們不同的方法 其中一個功能 就是有助我們在現在這麼難的時代 去懂得 那3D能不能懂得大家 剛剛說我們的文字差異越來越大 幸好我們還有一種中文 一種華文 我們都是用一種華文 這個時候 不知道祖宗怎麼留下一個這樣的東西 在歐洲就沒有這樣的一個共同語了 我們有個共同文字 叫華文 我們能不能懂得呢 我們如果要懂得 是要付出代價的 我們要把 因為這次華文的作家 這麼多年輕作家 我們也看了這麼多不同國家來的華文東西 我們看得懂嗎 可以懂的 有些會精神一點 有些有點不習慣他們的表達 但是還可以懂 但是看完之後 我們自己調整了 我們進步了 可以說 我作為你們的評審 我們看完之後 我們其實有進步 我們討論之後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有沒有 問題是有沒有這樣的一群讀者 我和一個叫超級讀者 有個概念叫Super reader 我們現在有沒有這樣的超級讀者 能飄洋過海 跨越山地 看山地的差略性 這個參差的美學 這個其實是華文從來沒有過的 豐富的表達方式的時代 以前的時代沒有這麼豐富的 現在比以前更豐富 如果從差異的角度 現在差異性更大 更大之後可能是更豐富的 所以問題我們有沒有超級讀者 我們的中文系 我們的華文系 我們的台語系 我們的文學系 其實應該是引領者 是華文一體的 但是是多樣性的 超級讀者的培養的地方 我們要培養下一代的超級讀者 這個讀者要有能力 駕馭這個山地的差異 然後重新做出創作的 這樣的讀者我們有沒有 如果沒有 的確是越走越遠 但是其實是可以 因為我一種華文 所以這個可能正是 教育跟同學都可以想想的 他者別人他者不是地獄 他者是你的新材料 新生命 新血液 我收到這 謝謝 非常感謝陳光中老師 給我們很大的啟發 因為在一個華文長 或者是這個比賽裡面 大家可能最關心的 出席一個講座 都想知道怎麼做一個超級作者 Super Writer 但是今天陳老師告訴我們 當一個超級讀者 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這個能否懂得 能否理解 也是跟我們的創作 有絕大的關係 那接下來呢 最後一位評審呢 要介紹他是最輕鬆的 因為他不在現場 怎麼說都可以 但也可能是最不輕鬆的 因為要面對一些 可能要失望的讀者 每次看到樂野君先生 在臉書上跟讀者 文學愛好者的互動呢 我都很能明白 這種今天可能有的 這種失望 這位前輩懷西夏旅館 女兒的作者呢 他現在身在台北休養當中 沒能出席這一次的活動 但是他兩天之前 為大家錄了一段錄音 裡面是有他對這一次評審的看法 也有他對小說創作經驗的一些總結 那我們不如現在請大家一起聽聽 駱老師有什麼跟我們說 大家好 我是駱以軍 很抱歉這一次因為心臟方面的疾病 沒能來參加這個聖會 我自己也很失落 沒能見到安逸姐 陳冠中大哥 這次評審的經驗 我感覺一種文學性的感染 撲面而來 各種語言的凡錯變異 像是不同生靈或語靈的差異物種 我很差異這些創作者 是這麼年輕 這次的作品 有中國的北方的小說語言 像卡夫卡式的蛻變的那樣的遲鈍的暴力 或是有莫言式的魔幻狂歡 像詩還有梵高的耳朵這兩篇 他好像寫一個中國農村的氣味 人群感對市場經濟的集體瘋狂於異化 也有像貪生團聚這兩篇 文字中是一種香港特有的人和空間 都埃及在一起 一種幾處的灰影的感覺 寫香港的馬會啊 排檔街啊 點心鋪啊 早餐茶樓 也有馬華的 南方之南的 有很強的氣氛感染的 這些像馬克斯的百年孤寂 這樣的 怪異的家族式的作品 當然也有我比較熟悉的 台灣年輕創作者的作品 閱讀這些小說 給我很大的啟發和感動 我常忘了我是在一個文學獎的評審 似乎在翻看著不同的絕類的背後的夜脈 你不知道對方的漂流的故事 你不知道對方曾經遭受過什麼巨大的創痛 在這裡希望羅老師早日康復 那羅老師的15分鐘的發言時間 他用了兩分鐘 所以呢剩下來的也可以讓兩位老師再補充或者回應 就是看看有沒有 因為剛才羅老師的發言 其實他也總結了一些評審的時候 個別篇章的一些看法 那也有一些 其實也好像回應了陳光仲老師一些看法 就是理解等等 那所以他剛才的說法就是 從地域上就是區分了一些特點 那到底分得出來嗎 或者是另外兩位老師 怎麼看小說跟地域性的那個關係呢 所以因為兩位都寫過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作品 那可以一些回應或者是補充嗎 好好 黃老師 就是我剛才聽陳光仲說的那幾位 我有兩個地方是很有感觸 一個就是談到語言的問題 胡適先生當年說 方言可能是對我們現在語言的一個很好的營養 我倒是覺得他說的有點道理 但是問題說在大陸這個環境裡面 其實語言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情況 我在想如果各位 我在想今天來了很多大陸的同學 如果注意到我們每年的春晚 春晚它是一個綜合類的一個節目 就是等於把全全國人民的地域 它都要照顧到的 你們就會發現其實我們的春晚 它只有一種語言 叫北方語言 因為我們的普通話 是在北方語系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所以其實我們大陸的語言 它其實根本是照顧不到全部的方言 也因此這兩年前年的時候 我們上海出了一部小說叫繁花 這部繁花我在想它會有那麼大的影響力 我覺得它是用了一種 它也是很有企圖的想把我們上海的語言 是一種很難書面化 它努力地把它書面化 但是我覺得它的努力還是有貢獻的 因為它確實 它提供了和我們普通話寫作 完全不同的一種寫作 但是也很難了 因為我們現在讀書面語 它基本上還是在普通話的基礎上讀 所以說它可能哪怕做到1% 我都覺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在長期的我們在語言的政治化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中國的方言是被很大的限制 甚至於到今天已經有取消很多了 廣東是很特殊的地方 它保存了自己的語言 我覺得它有各種各樣的條件保存 還有它本身的語言的那個 語言的性質性格 我覺得其實當我們取消很多方言的時候 我們損失是很大的 這損失就在於 像上海話如果是取消的話 它你就少了一個因 就是我們叫入生嘛 然後你就少了一個因了 少了一個因的話 接下來可能我們人體的 發生的結構也都會改變的 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上海話已經說得很不對了 它有很多後額音它發不出來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方言吧 是一件真的是需要保護 但是我們要不要如何做起事情 但是從目前情況來講 它確實是把現代語言削弱了 簡單化了 然後又把它限制了 我這兩年上海 有一部電影叫 羅曼蒂克消亡史 您肯定知道 那消亡史裡邊 那個導演好像努力 要讓他的角色都說上海話 都說上海話 但是他說說不是上海話 然後我就覺得非常奇怪 他其中有一個女演員 顯然她是上海人 他說的上海話的 每一個字的發音都是很標準 很標準 可是他說出來的話就不是上海話 他為什麼不是上海話 上海話不會用這麼個長句的 這麼長的一個長句 好像有很多重句在裡邊 很多修飾語的 上海人說話不是這樣的 他從句式上就是不同的 你只是覺得他用上海的音 來說一個普通話 所以說 所以在這一個語言環境裡邊 其實我覺得我們的語言的營養 是在簡單化 是不斷簡單化 這是一個我剛才聽陳冠中說的時候 我感到很有啟發的一個 並且我就想到台灣 我覺得台灣的語言現在應該講 還是在某種方面來影響了 中國大陸的語言 我覺得它在哪方面影響 它文雅 它是一個非常舒服面的 因為中國的大陸的語言 在我們尤其文學語言 在從工農政權以後 它就一直要強調 要跟著工農的語言 口語化簡單化 難免會粗鄙化 那麼 但是這個台灣語 它就帶來一種新的氣氛 它非常文雅 我記得我在電視裡看到 一個台灣發生了一件事情 說一個年輕人 在扶兵域的時候 被他的那些同伴們折磨而死 然後他的播報時候 他就稱是他的同袍 就這個字在我們大陸是聽不到 我們當然可能會說佔有 但是同袍這個字 肯定是有更大的故事性 它的歷史源源 就是這種語言 我覺得目前因為台灣 有很多人進入到大陸 這種交流很多 然後又和香港交流很多 似乎在某種程度上 還是稍微的修正了一些 普通話的這樣的存在 還有一個就剛才談到懂得的 我也有一些想法 就是懂得 就可能我還是在自己的小說主張上 佔的偏一點就是 我就覺得 現代主義的小說 它在懂得方面 我覺得它太追求效率了 它希望你一下子就懂得 但是我覺得小說這件事情 它所以是小說 它是講故事 是敘事 它而不是一個哲學 不是一個理論性的東西 就是因為它讓你 在你到達懂得的這路途上 你可能會有很多岔道 有很多岔道 你可能會懂得一些 事先沒有規定你懂得的事情 就是這是我兩個回饋 對 我覺得懂得其實是很難的 我在3D的經驗就是 其實3D一般人都互不理解的 然後精英來說是半理解 就是已經做得最好的精英 都是一直半解 包括我自己 比如說今天我對台灣 都覺得 怎麼會這樣子的 發生這麼多事情 我一點也不理解 我80年代去台灣 是因為做電影 票房有分 北方跟南方兩個而已 我從來沒注意到 台灣有省級問題 我整天去台灣都不知道 然後90年去 怎麼省級問題變得這麼大 比如說 真的是懂得真的太難了 我覺得 可能真的是有不同層次 不同過程 但是 我剛才想說的就是 懂得需要句式的 需要有個故事 有人把它說出來的 起碼是一種句式吧 就算不是一種 狭義的所謂story 但是也要論述出來的 論述的其中一個 很有用的工具 今天都還是有用的就是小說 我認為 散文也是當然 紀錄片也可以 這很多都可以 有句式性質的東西 或有論述性質的 都還是需要的 其實對於方言來說 不是高估了方言 對文字變化的影響 其實後來文言的回潮也很厲害 不要忘了 白話文是把文言趕走的 主要對象打文言 但是後來 在各地的文言都有回來 一個就是國民黨49年前 他們的公文都很文言的 本來就是 然後香港的 從來覺得文言還是高級的 中文 就是一直就有這個 香港沒有清洗的這麼厲害 沒有武士運動的衝擊的 人家沒有這麼厲害 文言在各種官也 兩邊的文人來說 都比較遵從的 所以到 然後廣東話本身 又有很多古詞 所以文言回潮的香港 相當厲害的 你知道在70年代 當時香港人 有人發起這個 就是純正中文運動的時候 其實要排斥的 恰恰是方言跟英語化的句子 然後它是歡迎文言的 所以這個其中一個 剛剛說的還有各種各樣的流行詞 就是加上官方的標準 華語 從來 華文從來沒有 這個標準 或根本沒有這麼純正 或沒有統一 3D也不一樣 然後49後 這個政治的 隔斷 讓大家的路徑完全 越走越遠 但是雖然這個強調這一點 越走越遠 但是從好處看 它現在就是繁華此景了 真的什麼表達方法都有 我們這次的評審也非常體會到 大家寫法這麼不一樣 我怕的是 每個地方的年輕作者 不敢去把東西 借用套用別人的東西 只能跟著自己的一些經典 一些canon寫下去 反而可能會這樣子 因為不是因為他們不敢 比如說跨越新寫 還是可能沒有這種讀者 沒有人理解他寫的東西的讀者 甚至沒有評審 甚至 比如說他能夠講進來寫的東西 又有點香港味 又有點台灣味 又有點大陸味 可能我們把他一腳踢走了 我們都會這樣子自動反應 但是剛剛說 比如說那已經說 看到這個 有像是魔眼的 魔幻的 像誰的 你的這種風格 那麼反而大家理解 連評審都沒準備好 我們都可能把最有創意的作品 剃掉了 謝謝 好 謝謝陳冠中老師 跟吳安逸老師的回應 那等下來了 我們再有開放討論的時間 大家可以在 就今天非常深入的幾個語言 地方的文學性的問題 在討論 那我們可以再思考 這個有何不可 或者是為什麼不可以 或者為什麼不可以 中間有什麼 有何不妥 對 那有什麼分別 剛才呢 樂宜君老師的錄音 他提到很多的得掌的作品 非常豐富的 有莫言式的 卡夫卡式的 馬爾克式的 可能大家都非常期待 看到這些得掌人 到底是怎樣的理解文學 今天我們就有這個機會 接下來呢 就是請各位得掌人 發言的實踐 交給大會的事宜 謝謝兩位精彩的演講 以下是得獎者發言 及分享寫作心得的環節 有請短篇小說組冠軍得獎者 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鄧關傑同學發言 大家好 我是鄧關傑 我其實我寫作開始得比較晚 所以可能也沒有什麼 實際的幫助可以給大家 我大概就講一講我自己的 創作的經歷 跟我覺得小說像什麼這件事情 我其實是馬來西亞人 我在馬來西亞萬饒長大 它是一個小鎮 然後我在高中過後就到台灣 我在台灣之前是在台大念中文 然後現在我在政大讀研究所 所以我這個人 我從小在馬來西亞長大 我在馬來西亞大量的接受 各種混雜的語言 破中文破英文 然後我在馬來西亞 我們出去都講廣東話 我們從小看港劇啊 看什麼長大 然後我後來到台灣 接觸這些不同的東西 所以其實剛剛老師們 講這些各個地域的東西 我自己是蠻有感覺的 我小時候 因為我住的地方太小 所以我沒有什麼可能接觸 所謂純文學的東西 我的文學養分其實就是那堆 我那邊有圖書館看一些 基本上沒有純文學的書 我就看一堆雜七雜八 我找到什麼我就看什麼 然後還有我家是開那個餐廳的 餐廳就是八卦最多的地方 就是到處去聽八卦講 直接就是我的文學養分 我真正開始寫 開始讀書 開始寫創作 是大學才開始的 可是我到目前為止 我寫的東西 我寫的不多 我寫的東西 我是一直回去我以前生長的小鎮 我一直在去挖掘這個 我一直覺得我們的破中文 是非常具有力道的 然後 好 我其實一直有想要嘗試寫別的東西 可是不斷的回去這個小鎮去寫 我在想這大概是因為有些話我想要講 然後有些故事我是覺得很有意思 我想要給大家知道 所以我就寫了 然後對我而言其實到處都有有趣的故事 就是我實際上看到很多批評現代小說家 就是說經驗匮乏 為什麼大家很怕這件事情 然後因為網絡世界怎樣怎樣 經驗匮乏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吊詭 對我而言網絡世界才是最多 故事聚集在一起的地方 只是看你要不要去檢視那些東西 我覺得我自己個人最喜歡就是 看去找這些破碎的 骯髒的扭曲的東西 我把它撿起來 然後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可能用不純正的 骯髒破碎糟糟糕的語言 我再把它重新組織起來 我覺得這是文字的活力所在 對我而言我很喜歡黃景樹 黃景樹他很年輕的時候的一篇序言 他就說小說的力量是恐怖分子 它的滲透的力量 它的破壞力是非常大的 然後要怎麼樣去用虛構去介入去解放現實 這是我關心的事情 所以對我而言就是不需要害怕低俗 不需要害怕類型 那可能恰恰是見過我們自己主體的一個途徑 所以擁抱差異對我而言是最重要的 然後第二我要為什麼寫小說的話 我覺得只有在寫創作的時候 我才覺得自己真正活著 就是活在這個資本主義的時代 就是還念中文系這些沒有用的東西 所以抑化經驗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可以很深刻的感覺到 就是活著不像活著 工作不像在工作 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要讀書 可是反而在寫作的時候 我真正感覺到 手上做的事情是屬於我自己的 我自己在說話 我自己在行動 然後這種感受其實在大學畢業後更加深刻 因為你還有生活上的壓力之類的 可是我應該還會持續這樣寫下去 所以其實十分感謝大會給這個機會 不管在精神還是經濟上的援助 對我現在這個階段也都非常重要 謝謝大家 謝謝 有請短篇小說組亞軍得獎者 四川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楊飛發言 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你們好 我是來自四川的楊斐 然後我的獲獎作品是梵高的耳朵 當收到得獎通知的時候 除了驚喜 我感受到更多的是圓滿 這種圓滿不是源於事實的成功 而是因為這篇小說 記錄了我的個人痛苦 現在它得到了肯定 就好像是我的痛苦得到了安慰和釋放 梵高的耳朵這篇小說是我三年前寫的 於我個人來說 它就是一篇記錄痛苦的小說 小說的主人公叫老楊 他是一個因為左右耳朵高低不等 而發瘋的人 身理上的不平衡 影響著他的情緒和心理平衡 這個問題他自己無從處理 外人也沒法從事實上接收到他的這層矛盾 所以所有線索綜合起來 最終導致了他的一個極致的行徑 就是割掉自己的耳朵 老楊是虛構的 可他的痛苦是真實的 那正是我本人的痛苦 當初寫這篇小說最私人的意圖就是 講述我的這個兩邊耳朵高低不一樣的問題 而為了解釋的更生動更吸引人 甚至是更神秘化 我將梵高缺耳朵的這件 藝術懸視柔盡的故事的敘述 但是我不是很傾向那種 絕對瘋狂的寫作形式和情緒 所以我塑造了一個很平靜的 對什麼都沒有太大興趣的一個藝術生 以第一人稱的語調來引導事件的發生 對這種語調平靜 事件瘋狂的協調安排 我自己當初還是很滿意的 我深知在重大的痛苦和事件 都發生在平坦的毫無二致的時間裡 我希望我的小說能有這種氣質 小說中老楊用割耳朵來解決問題 現實裡我則用虛構故事 建造小說的方式來化解痛苦 很多時候小說的重要意義 正是通過虛構來記錄痛苦 產發想像 他們把個人的記憶和宇宙時空聯繫在一起 描繪神奇 時隔三年這篇小說得到了肯定 我很開心 就好像這篇小說 默默在三年之中 形成了一種現實的完滿 而我也以幾乎不再為耳朵的事 專門去苦狼的 它鞏固了成為了我根本的一部分 非常感謝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 感謝所有為大賽付出的工作人員和評委 是你們促成了這篇小說 在現實中的完滿 謝謝你們 我願意帶著這份鼓勵長久的寫下去 再次謝謝所有人 然後針對就是剛剛王阿易老師和陳文中老師 說的那個小說兩個方向的問題 我想說一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就是我覺得尤其是在當下的這個時代 就是在時代性的問題下 就是可能王阿易老師說的那種 就是世俗故事性的小說 可能它在當下這個時代有 如果是在比較平常的情況下 它可能有另一種產發的手段 就是說它可以影視化 但是另外那一種就是與它相反的那一種小說 我覺得它可能是更多是在表述一種不可表述 就是這種小說它可能是沒法影視化 就是沒法通過一般的世俗的故事把它表述出來 我覺得這是這兩種小說最大的一個區別 然後前段時間讀過的一篇 一本小說叫做巴托比正後群 它就是巴托比正後 就是說有很多傑出的小說家 他們在寫出了自己的一兩篇或者是一部分小說之後 就再也割筆不寫了 就是他們覺得他們寫不出來了 他們不想寫了 然後我印象很深的裡面的有一段話 我覺得很能闡述就是所謂的現代主義性的小說 它就是說有一些人 它可能在一生苦惱的就是三件事 一件事是寫作的不可能性 還有一件第二件事就是這種寫作不可能性的可能性 然後第三件事就是無盡的痛苦 我覺得可能這個特別能表現出 所謂的第二種現代主義小說的一個特點 謝謝大家 謝謝 有請短篇小說組一等優秀獎得獎者 香港金會大學中國語文文學系蘇朗欣發言 雖然不好意思 我的普通話實在不太好 所以我還是講廣東話 希望可能外地來的同學也嘗試懂得一下我的廣東話 首先也很感謝中大舉辦了這個比賽 也很感謝評審上認識了我的作品 也很感謝一些朋友幫我看過我的小說 還有家人很支持我的寫作 剛剛鄧觀傑同學也有講到他的文學養分在哪裡 就是講到餐廳、八卦 其實我從小都是看卡通文化大的 文學養分其實就是來自一些很通俗的作品 甚至可能是一些知識分子會不喜歡的作品 所以我也想講回我這次比賽的得獎作品 《倉事家譜》其實它本身就是一個通俗的故事 但是我就嘗試把通俗和純文學的思想帶進去 希望可以做到可以像王安一教授所說的那種 把兩個向道的作品結合在一起 《倉事家譜》其實是一個家庭的故事 是一個家族史的故事 講的是家人之間怎樣互相傷害的故事 其實很悲哀的一件事就是我們 幾乎所有人都會在經歷同一件事就是 我們都是會受到家人的傷害 雖然那種可能是一種因為愛而造成的傷害 所以我們其實大家都知道 其實我們有時常說愛是很美好的人 我們各個人都需要 但其實有些時候它都很傷害人 不過說了這麼久 這些故事這些感情是否真的這麼特別呢 其實它根本就是一種陳腔濫調 因為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既然我也知道它是一種陳腔濫調 我為何還要把它寫出來呢 我覺得這一個其實就是 小說為何要存在 小說為何為之小說的一個原因 小說是想要通過傳達 講上一個故事去令他人 令讀者感受到一個經驗的 一個藝術媒介 我寫這個故事就是想要 希望讀者和身邊的人 可以看完之後 可以感受到我希望通過這個故事 帶出來的那種感情 可能是痛苦或者是開心的也好 都是一種感情上的交流 我覺得這個就是小說的創作的目的了 那我 這也是我想跟大家講的東西 謝謝各位 謝謝 有請短篇小說組一等優秀得獎者 中山大學新聞系蘇偉發言 大家好我是蘇偉 現在在中山大學讀書 我本身呢是成長於華北地區 然後從小生長在一個比較北方式的語言環境中 然後我自己作為一個文學愛好者 我所受的文學啟蒙也是在中國大陸地區看來比較傳統的 就是家族史民族史這種傳統的書寫 像王安逸老師剛才所說的這種傳統的敘事 然後現在南下讀書呢 又看到了很多廣東 香港的台灣的東南亞式的文學 所以就會受到了很多的影響 我的這篇作品呢 如果以剛剛王安逸老師所說的話 衡量來說是一篇比較傳統的中國大陸的寫實的傳統的小說 這篇是我中學時代寫的一篇 後來經過許多遍的修改呢 才投到這個獎項 他以我的家族故事為藍本 講述了我的曾祖父帶領兩個兒子 從黃土高原往東一直到離北京很近的一個小鎮 逃難逃離饑荒 然後以開燃坊為生 在攒夠了錢之後又回到了故鄉 然後娶妻生子 才有了我的祖父也就是我曾祖的小兒子 小說的名字叫做禧 應該是千禧的禧 應該是來源於 莊子的逍遙遊 横之禧於南明野水積三千里 這句話聽起來非常的宏大 和一個背景離鄉的農民 的形象非常的不匹配 但是對於我而言 對於我的家族而言 這一場千禧就像大朋友 千禧到南明一樣 如果沒有這一場千禧 我的家族不會到現在 所以我覺得我今天要把這個家族的故事寫下來 而且要用這樣一個很很宏大的題目 大概也就在半年之前 這段家族往事的最後一個見證者 也就是我的祖父已經去世了 然後這個故事也就真正的已經被黃土所淹沒 但正因為這樣我覺得才應該把這樣的故事寫下來 因為在我的故鄉黃土高原上 我覺得有很多很多這樣的鄉野史詩 這些平凡人的掙扎奮鬥 他們的哀傷喜樂 很少為著書立傳者所注意 有的最終會變成鄉野的雜趣雜談 而更多的最後都被遺忘 所以為了我的故鄉 為了我的家族 我都要書寫這段故事 我覺得對於鄉土故事的書寫 是中國大陸文學 尤其是近幾十年來的一個傳統 從陸瑶到陳中石 它是一脈相承的 尤其是在高速城市化的今天 中國數千年的鄉村社會結構正在坍塌 我曾經親身去過我的故鄉 以及我曾祖父曾經逃難過的那個小鎮 現在都被很多的高樓大廈和工廠所包裹 所以我覺得就在傳統的秩序坍塌的這個時代 我們應該抓緊他們還支言片語 然後把他們記錄下來 小說中的故事大多是虛構的 但我相信這樣的人們他們真的存在過 雖然他們的面孔和言行未必都一致 但他們有著相似的精神內核 他們在中國北方的土地上艱難而卑微的生存 沒有屈服於任何苦難 留下了簡短的敘事和朴素的哲學 就像詩人木旦在讚美一個民族已經起來 意識中寫道 這樣的道路是無限而悠長的 而他們是不能夠流淚的 作為後輩 遺忘對於我自己來說是很可耻的 在鄉村消失或轉變之前 留下一些舊事物的影子 記下一些先輩的事迹 對於我有莫大的意義 最後呢 如果大家讀我的小說 有熟悉大陸文學的話 會發現我的小說在文字風格上 在敘事上有很大程度上 很類似於劉振雲老師 我雖然沒有見過劉振雲老師 但我很喜歡這位作家 我也很喜歡他的敘事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傳統筆記小說 簡戀文風的繼承 和對於中國農民朴素的生活哲學 和驚鴻一瞥的幽默的捕捉 都是讓我非常著迷的 如果這篇小說有一些魅力的話 很大程度上來源於劉振雲先生 最後感謝大家 也感謝主委會把獎項收給我 謝謝大家 謝謝 有請短篇小說組一等優秀得獎者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梁麗芝發言 由於我普通話都不是那麼好 所以我都是講廣東話的 請各位老師見諒 大家好 老師好 評判大家好 聽了這麼多位同學的分享 因為我最後一位分享 剛剛想起 有幾個讀書都有講自己 關於對文學的養分 從哪裡來 我突然想起 我和我身邊寫作的朋友討論 為何人會接觸文學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是 大家都是一種有邊緣性的關係 可能是家庭背景 可能是一些生活的經驗 個人的經歷 導致了我們 可能在生活的中心裏面 都是比較邊緣的位置 而文學令到我們去聚攏 令到我們找到一個 我放回比較核心的位置 我自己是十七歲開始寫的 那就是因為我自己 當時想像一下 就是一個很密集式 很秩序 很規律的一個生活的中學經驗 於是我自己在中學很不開心 我就躲在圖書館上看書 然後第一次打開一本自發 然後就開始看文學 開始看香港文學 然後開始看更多更多 我中學的寫作 通常都是圍繞著一些個人 比較絲襪式的情感 那對我來說 當時的寫作 是因為我找不到自己的長處 上個禮拜 黃良和老師 來了中大的大學書店 分享了 那她說 為什麼她會鼓勵學生 去做一個文學創作呢 因為她覺得 在當下的香港學生 很多時候 在這種很功利式 或者很資本主義之下 的社會 大家就是講成績 講功利 講追求 很多優秀的地方 我希望學生能夠透過寫作 書寫 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對我來說 中學的書寫 是找到一個令自己舒服的位置 但是 我很記得 去到我中六星大學 一年級的時候 我當時寫了一班導師 跟我說 如果你的寫作 永遠只是書寫你自己 其實你逃不出自己的困局 你要學習去觀照其他人 那麼 入了大學之後 也有很多的轉變 由中學 你以為很秩序的生活 過渡到大學很自由 其實一切都很游離 那種很游離的狀態 會令到人快樂和痛苦都參半 今次大學我一年沒有寫過 但是我又有住宿舍 那我最多做些什麼呢 我很喜歡跟別人聊天 其實跟別人聊天真的很重要 不是只是問柴魚飯後 你吃了什麼飯 你今天做了什麼 是透過 聊得越來越深入 你去了解那個人 剛才陳冠宗老師說 understanding 和explaining的那個關係 講到懂得這兩個字 我覺得真的很重要 我們日常生活 我們資訊發達爆棚 講很多的網絡資訊 很多一閃即逝 但我們到底有多少 很深入地去瞭解到那個人 我們怎麼去理解那個人 他的成長 他的痛楚 他的生活經驗呢 那 也都是因為這樣 我了解了很多的故事 在大學裡面 無論是跟你同齡 大過你、小過你 甚至你的老師 你都可以跟他聊 聊天 其實聊天 真的很輕鬆 但你很容易進入其他人的東西 那 也因為這樣 就衍生了我這個作品 《貪生》 是一個集體的故事 《貪生》的名字叫《貪生》 但小說一開始就是 那個老人家 他自殺死 為什麼會有這個故事呢 其實我是聽一個朋友說 是一個 他關於 他怎麼去照顧 他爺爺媽媽住老人院的故事 當時 其實我開始不是打算寫這個 我當時就是因為 徵稿的時候 就是去年 有很多的中學生跳樓自殺 我當時想寫一個關於 年輕人輕生的故事 但是不經意地 我看到一個新聞 他就說 其實你以為 香港自殺的年齡 那個階層最多 是年輕人 其實不是的 原來每一年 是有一堆長者 會自殺 你想像一個人 他已經活到六七十歲了 其實他的生命 可能已經差不多走到盡頭 但是為什麼他都要趕著去輕生 為什麼活到了這麼久 你依然要去結束你的生命 而這件事是主流媒體 他不會報出來的 就是打開蘋果日報 可能過頭會跟你說 有個七十歲的老翁 他燒炭死大 可能只有一百字 那麼這件事 令我開始覺得 我想去了解 我想去懂得 那時候我還想問很多身邊的朋友 對於人口老化 家人身邊 老人的經驗 怎麼去照顧 然後 我突然想起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一念無明 就是那種 一個年輕的人 或者一個老者 怎麼面對自己的老伴老去 然後你都開始蒼老 但是你去照顧 或者你去接受他人的照顧 你兒女對你的照顧 其實都是一種壓力 都是一種善意的壓力 我們經常說 接受惡意是需要消化 但是接受善意都是一種壓力 於是我就開始去寫這個作品 就是 作品裏面的 當然配合了一些 比較大的背景歷史序事 就是 他 男人 他人生裏面經歷了很多次 為了 生命 為了活下去 而拋棄了很多的尊嚴 拋棄了他的妻子 拋棄了他的兒子 他是走爛下來 他看著他老婆和兒子 在河邊被公安抓 然後他繼續上那條船 然後下來 舉目無親 但他繼續要活下去 但到最後 人活到那個位 你發現 你到底活著是為了什麼呢 你生存那麼久 你捨棄了那麼多東西 於是其實只是一瞬間 決定要死去的這個位置 即當我來說 我都很悲哀 於是 我就寫了一個作品 其實我也不知道可以說什麼下去 所以到最後 我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其實生活在香港 對我來說 生活在這個社會 其實我們很無力 我們面對資訊 面對政局 面對他都很無力 那怎樣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呢 try to understanding 嘗試去了解 理解其他人 然後去輸捨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得獎者的分享 以下是自由討論及台下發問的時間 有請曠治元博士主持 各位好 我們很感謝剛才幾位 兩位三位嘉賓 我們的評審 跟我們得獎的同學 都分享他們的故事 因為我們的故事 我們對文學有不同的了解 因為我們有差異 所以我們更需要去了解 也因為我們現在進入了那個自由的討論 所以有限制 我們自由的最大的敵人就是時間 所以現在我們有大概20分鐘左右的時間 去給大家去了解 去懂得 當然就請各位有興趣要發問的同學 可以先示意舉手 然後我們有工作人員 可以把那個麥克風傳給你 然後就可以發問了 請問有前頭那個 男人同學 謝謝各位評委 我是這次得了小說組的鼓勵獎 就是說實話 我寫作是有一段時間 但是這次 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嘗試寫小說 然後投了稿 就是得了一個鼓勵獎 我覺得這個獎評得非常好 恰如其分 就是對我的一種鼓勵 非常感謝 然後 對我現在是聽了兩位老師的演講 我是有兩個問題的 一個就是 我剛剛也在翻冊子 看到各位得獎選手的感言 我就發現大家有個共同點 就是第一次一開始寫小說 很多人都是出於一種不吐不快 就是經歷了一定的事情 或者感情記憶到一定程度 我一定要表達的這麼一個情況 也就是說小說它從起源上 從生發上來講 是這麼一個非常個人的事情 但是我就想 如果以後要長期寫 就是成為一個小說創作者的話 就要考慮市場和讀者的問題 就又不能太個人化 我覺得這是有一組矛盾 那麼在以後 就拖開它生發的這個階段來講 小說在發展過程中 在以後的創作中 是要以讀者為主呢 還是以作者為主呢 是怎樣找到這樣一個平衡 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 是針對陳冠中老師 剛剛的那個 占數 因為我是現在考了研 馬上要學人類學 剛剛我聽那個陳先生講到 厚苗以及他者 我是非常有共鳴 那麼現在人類學者 在寫田野 在寫民族誌的時候 也出現了小說 體材的民族誌 甚至自我民族誌 家鄉民族誌 這樣一個趨勢 我就想問您 就是對於 以小說的體材 來呈現 田野調查的 這麼一個科研成果 您覺得是合適 還是不合適 您對這個有什麼看法 謝謝 這是我的兩個問題 好 我來回答第一個問題 回答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 怎麼說呢 其實每一個寫作者 每一個可以 我可以說是 基本上是 每一個寫作者 恐怕都是 從最初 不突不快的 作為一個動力的 當然我覺得 陳冠中老師 肯定會對這 有不同的看法 因為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 他是從一個比較理性的情況下 進入小說寫作的 他可能和一般的 我們大多數寫作者 不太一樣 他更加理性一些 更加有自覺性 但是當我最初時候 也會面對一些 喜歡寫作的同志 或者是朋友 或者是學生 來問這問題的時候 我總是很強調 就是我們有很多 很多集序 有感情的集序 經驗的集序 所以我需要 來宣洩一下 我需要講出來 後來慢慢 我回答這問題 回答多了以後 我自己也產生個問題 就是我的問題 對自己是什麼 你為什麼要用這種方式 來表達 你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宣洩 比如說去唱歌 還可以去跳舞 還可以做各種各樣的事情 去表達 繪畫也可以 你為什麼會用這個方式 所以我在想 當我們選擇 用小說的方式去寫作的時候 必定裡面 我們有對文字的一個 特別的興趣和愛好 還有對敘事的愛好 所以這些愛好 可能會是支持你以後 走向一個更長久 寫作的一個最主要的力量 寫作的一個最主要的力量 寫成先生 謝謝 我大學第一年級 開始也寫小說 那個時候也是想用個人的感覺去寫 但是還好前面幾篇寫完 沒什麼人看到 因為其實我 雖然後來看起來 我就是個人 但是不夠真誠的個人 其實應該真誠一點 我覺得有些作者 可以從頭到尾都是寫個人 到第一本作品 到最後一個作品 都是寫個人 我覺得是可以的 甚至也可以暢銷的 比如說張愛玲 最後一本還是寫她年輕的時候 但是這個市場的問題 可能真的先不能考慮 現在市場要的是長篇 我們開始寫都是短篇 我也是開始寫短篇 然後到長篇再說吧 但是都要比較 你到底想寫什麼東西 最重要的 你想寫網上連載 一百萬字的 穿越小說 那跟你要寫一個 嚴肅性的文學小說 可能不是一回事 文學性的一百萬字的小說 可能不是一回事 那另外一個同學就是 《民俗志》 剛剛這種 Wesley Hunt這個所謂 understanding 懂得這個的確在 人類學是現在比較 多人用的 包括GS 人家都說他是一個說文派 就是說故事跟寫散文一樣的 他有些 民族 這是他的人類學的東西 這個我不知道你的老師是誰 如果有些老師可能接受 但是我想重點是 虛構與非虛構 如果基本上還是非虛構的 虛構是可能已經跳出了 這個人類學的範圍 但是小說是可以虛構 同時做到懂得的 謝謝 謝謝 第二條問題 各位老師好 首先在提問之前 我要想說 今天真的是非常開心 能夠以一個媒體人的身份 重返母校 然後來參 來訪問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 然後見到我在讀書時期 就滋養我文學心靈的各位作家 能夠跟你們對話 我很開心 我的問題其實是 跟一個大眾的現象有關 因為我發現 在我們現在的社會 更多的人喜歡關注的是 一些即時的新聞的事件 他們會覺得 新聞事件非常的有戲劇性的存在 可能會覺得 藝術和文學的價值就會 在我們的生活中被降低了 當然我會覺得 這個觀點是比較荒誕 或者說 有它不現實的一點意義 所以我想把這個問題 跟各位老師討論 你們覺得 在現在這個社會來說 文學藝術 它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 還應該扮演著一個 怎麼樣的角色呢 謝謝 好 先請王一教授 其實剛才那位寫 梵高的耳朵的女生 她在發言的時候 她談到一點 我覺得很有意思 她就說 可能就是說 敘事的東西 是有很多手段來表達 影視可以表達 然後那種 更加現代主義的小說 我覺得她認為是 表達其實是文字最擅長表達 我覺得她的說法 真的很有意思 因為文字是可以 可以說得很深入的東西 而其他東西 都是比較直觀 那麼 它讓我想到什麼呢 為什麼我們的敘事的 那種影響力 甚至於能力 都在消失呢 我覺得這消失 一個是影視 它比較直觀 還有一個就是 您剛才說的那個 新聞媒體 我覺得今天的情況 就是媒體上的 各種各樣的新聞也好 傳說也好 還有八卦也好 還有謠傳 誤傳也好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 在取消的敘事 因為它以它的真實性 它來告訴我們 有更加合理的 更加奇怪的事情 在發生 所以說其實對我們敘事者 都是有一個挑戰 但我可能是已經做了 這麼長時間的虛構的寫作以後呢 我也不願意 輕易放棄我的職業吧 或者說是我的愛好 我就覺得虛構的東西 它一定是在某一 某一種地方 是非虛構不能達到的 什麼地方不能達到的 因為我覺得非虛構 就是告訴我們 事情已經發生了 是怎麼樣子 而我覺得虛構它可以告訴我們 事情應該是怎麼樣子的 這是我的看法 我完全同意 安逸在說的 剛剛說的就是 這個不可代替性 不知道誰開始說 這個現實比小說跟 更魔幻或更虛構 還是更現實比小說跟 張愛玲也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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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愛玲她說過 她說增值發生的事情 有時更具有傳奇性 是是是 所以這部下的 一直牽著眼 遇到現在說 好像有人說韓松第一個說 還是我都 考不出來 好像我自己也說過 後來 但不是我開始的 對不對 就是因為這樣子 但是歷史上也是很多次 在西方也是覺得 現實比小說更小說了 所以就不要寫小說了 另外連Philip Roth 好像五十年代都已經說過的 後來他自己還是寫很多小說 但是他當時也覺得不要 所以甚至六十年代 美國要用小說的手法去寫新聞 所謂New Journalism等等 都有人嘗試 這些都可以達到 剛剛我說的這個 understanding這一點 但是小說 就是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只有小說可以做到 某些understanding 好 接下來 後面 藍色衣服 那個男同學 老師大家好 我還是想順著剛才那個問題說 就是 因為我自己的作品 還是我受的文學影響 都是內地比較傳統的敘事這種 然後王安逸老師剛才也說過 內地現在還是這種傳統 我想說的是 我自己讀過當年所謂的先鋒派的一派人 比如說 于華 蘇童 但是他們自己這些年 然後格菲這些年 他們也在轉向 傳統的小說的敘事 然後內地 這些年比較 嚴肅文學的 比較 起來的幾個作家 比如碧菲宇啊 金玉成 他們的小說 多多少少還是有傳統敘事色彩在 所以內地至今是沒有出現過 一個特別特別影響力 大夠厚重的 現代派的 有常識的作家 我想問問王安逸老師 您認為這個原因在哪裡 然後中國大陸內地 會來會出現 卡爾維諾啊 卡夫卡之類的作家嗎 謝謝 就是您剛才說的那個現象吧 我覺得多少可能說明一點點情況 就是先鋒派的現代主義小說 似乎它很難持續發展 或者說它很難擴大 就生產擴大化 它的真的是 我覺得它非常非常寄存於一種奇思妙想 當你這個奇思妙 它的奇思妙想 是不能夠再生產的 可能是這個原因吧 因為我對 但是我想告訴你 其實在現在的 中國大陸的小說創作裡面 有一批年輕寫作者 他們也是在嘗試著寫 現代主義小說 或者說是 帶有些強烈的暗示性 隱喻性 然後抽象的這些小說 也是有人在嘗試 可是確實不能像 你剛才說的那些 敘事的 你把定為是傳統的 那種敘事的小說 更加有增幅力 這裡邊是不是有些道理呢 或者說我們還沒有出現更好的 像卡夫卡這裡的小說家 那麼即便是卡夫卡 其實他的寫作的量 也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在想 現在的小說 恐怕不那麼容易寫 不那麼容易寫 他可能要換一批人 他不是敘事者來寫 由哲學家來寫 我覺得他可能從 從生產的方式上面 它是不同的 好 好 後面那個 李同學 感謝兩位老師的分享 那我想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 兩位老師之前 對那個華語的討論 那陳冠中老師剛才說 那個 一種華語不同表述 然後我覺得沒有 就是還 還有一點沒有提到的是 語音的問題 就是我是從大陸來香港 中大讀研究生的 那我是到了這裡才發現 香港的同學讀文章的時候 都是用粵語來讀的 就是他心裡的默讀 而我們讀的時候是 就用普通話讀的 這就其實是有很大的不同 再加上之前我有聽 老師的課講 風子凱 那他課上就讓我們 用那個 浙江的方言 來讀風子凱的 這些詩句 那這種感覺 和用普通話讀 又是非常的不同 所以這種 不僅是表述文字方式的不同 還有語音上的不同 那另一點就是 地域上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獎 叫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 那既然是全球 我覺得 要做一個super reader 不僅是這個兩岸三地 甚至還要包括馬華文學 新華文學 以及更遠的是 就是海外的華人華裔 那整一個華語體系 甚至我會想到 就是我在讀那個 比如說日本文學的 中文翻譯的時候 會有一種 陳老師剛剛說的是 參詞的美學 那對我來說 可能更大的是 一種陌生感的美學 那所以我自己看來 是這個 就是各類不同文 華語的那個差異性 是比我想像的更大的 那所以我想問的是 老師說的一種華語 是否只是一種想像的共同體 或者說老師堅持認為 仍然有一種華語 在引領著所有華文寫作 那這一種華語的本質究竟是什麼 希望老師可以分享更多 謝謝 請陳老師 謝謝 很抱歉 你們要聽我的想像中的普通話發言 因為我的第一語言是 一百年前的寧波話 我的最流利的母語是粵語 但是雖然如此 我還是能覺得人是可以有第三種方言 就是華語裡面的北方語系的普通話 現在講普通話的北方語系的話 其實可以克服的 我們可以學到的 我的腔調可能改不了 但是我的語速還是很快的 我能表達的 我相信大家也聽得懂 但是我剛剛說的不是一種華語 我是說一種華文 這個很大分別 華語有很多很多地方 語言跟方言 華文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文字的體系 這個才是我 其實上次在台灣的演講 我就用華文來批評華語體系 這個概念 我認為應該強調一種華文 不應該再談 華語語系 華語並不是文字 我們不是歐洲語言 語音中心的文化 我們是文字中心的文化 這是我上次要說的 我的普通話當然不是很好 廣東人就更糟糕一半 我最怕廣東人說官話 以前有句說話 但是清代多少廣東人 明代都是長遠的 所以等於說 它的方言是什麼 跟它學華文是兩回事 它還是可以當藏原 所以它有集底舟 這個集底舟是藏原集底 回到家鄉 就是吃它童年吃過的最便宜的舟 後來有這個集底舟的船 就香港人所謂集底舟 就是豬雜舟 雜底舟 可能是雜底 可能是藏原的故事 反正很多流傳 等於說很多這個 現在香港的語文 語文可能還有十三級底語文 大家叫 就混合一起的 但是不妨外 他們要去進進考試的時候 可以當藏原 我現在的問題是 我深深感覺 三地的讀者 我只要先說三地吧 不是說看不懂別人的東西 還是他們突然沒有欲望去看 我也深深感覺到台灣跟大陸的讀者 還很願意看外文翻譯的東西 但既然我們願意看外文翻譯的東西 我們為什麼不願意去看另外一個地區的華文的作品呢 我現在一直在強調就是 我們要克服這個障礙 就算是有障礙 去看同一種華文的華文作品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對我來說 下一批的作者也好 讀者也好 評審也好 都應該有這個三 就全球這麼多差異的華文 他應該努力去試試看 能不能成為他的超級讀者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們就問最後一條問題好嗎 好 這邊吧 各位老師好 就是我的問題 是比較個人化 因為我比較 我非常喜歡武俠小說 然後我之前看陳平原老師的那個 《千古人一俠課夢》這本書的時候 也是非常有感觸 但是就是我就想問一下 就是因為現在我感覺 就是像那種像《平江不孝生》 或者是金庸那種很純正的那種武俠小說 現在已經基本上 好像也沒有什麼作家在寫 然後也不太能夠見到了 然後我就在想 是不是就是 在如今的現在的這種社會環境 以及文化中 是不是武俠小說這個類型 已經逐漸地失去了它本身的那種 靈動性和存在的意義 然後還有就是 就現在的包括武俠電影之類的 也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武俠電影出現 然後我就想聽聽各位老師 關於武俠小說這個類型的看法 還有如果可以的話 我也想聽聽陳平原老師的看法 謝謝 下午還有機會 因為陳平原教授 是我們的散文組的評審 兩位 我發現現在提問的都是大陸來的大陸生 然後都說標準的普通話 真是非常非常標準的普通話 就是真是希望得到一個香港學生的問題 但我可以稍微回答一下 因為我是不大看武俠小說 但是我喜歡武俠的那些套路 我覺得它的套路就過招 就是你來一招我來一招 你來一個什麼兵器我來一個兵器 到最後最高招是沒有兵器 我喜歡它這個理論 但是我是一本都沒看過 現在好像還是有武俠小說網絡上會有 比如說我們很著名的狼牙榜 它就是從網絡小說改變的 我有個成年的兒子 他在香港是念小學到六年級而已 一個普通的香港小學 然後就跟了某天氣在外國生活的 到他二十多歲的時候 他竟然自己可以拿起一本武俠小說來看 六年級的水平 金庸的武俠小說 所以我現在是非常感謝金庸的 如果沒有金庸武俠小說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重新看一個 其他的文學作品是華文的 所以說不定以後又有再會起來也說不定 武俠小說 好,謝謝大家 我們這一場的小說創作的講座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午還有兩場講座 år說 時格 네가公司 就是 我們下午 oma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